拜登20號就職美國總統 中共22號就通過海警法 授權在所謂管轄海域動用武器 台外學者郭育仁表示 這是中共常見的單方面切箱長策略 持續性的行動形成一個新的現狀 所以第一步是破壞現狀 第二個是創造一個新的現狀 第三步法理化 但是這個合法化是在北京心目中存在 對其他國家來講是違法的 學者蘇紫雲表示 中共企圖所謂合法化霸凌周邊的行為 美國川普政府時期抄前部署 派遣海岸防衛隊大型巡防艦支援 郭育仁表示 中共海警2018年納入武警部隊 由中共中央軍委會管理 美軍也有因應 從2019年的1月 美軍的交戰所可就把中共的海上民兵 視為是正規的武裝部隊 菲律賓外長洛欽向中共提外交抗議 洛欽推文寫道 中共海警法對任何違抗該法的國家來說 都是口頭的戰爭威脅 如果沒有人去挑戰它 各國就會向它屈服 菲律賓總統府表示 國際法通常禁止各國動用武力 日本執政黨則緊急召開國防與安保聯席會議 有議員呼籲日本修改法律 讓海上自衛隊採取警衛行動因應 各國的海巡強調的都是說自衛的用途 但是中國它這個海警法強調是主動使用武器 這是跟其他國家最大的差別 顧玉仁表示中共切香腸策略 也用在東海 南海 台海等地 中共海警法對周邊國家影響很大 不過也給台灣一個關鍵時機 聯合周邊國家力量 例如透過台美日GCTF 國際合作框架強化海事安全 跟中共海警遭遇最有經驗的其實是台灣 我們可以透過GCTF這個平台 把這些被中國霸凌的國家 要把它結合在一起 新唐人演的電視唐劫安 張東旭 台灣 台北報導